官方不是说调整的暴率吗 我为什么没感觉到呢 不过粉丝纷纷表示开造过金狮子 难道我最近一直玩小号 微区暴率第一 那咱们就来传说中暴率高的Q去测试一下 今天暗区最非玩家 就来试试着更新后的出金率到底怎么样 地图我们就选北山吧 毕竟保险箱比较多 来看看我的钥匙 B动接待室 B203钥匙 还有一个观景台的钥匙 里面都有保险箱 你们说我这就三把钥匙 评测数量不够大 我这不是还有三个队友吗 我给他们说了 保险箱开了以后让我先看一眼 保证不拿他们的东西 毕竟我可是靠粉丝在飞的 可不能靠粉丝呀 装备我们拿了二倍镜的MD2 来了个五甲 装备不好可不行啊 如果还没摸到保险箱就嘎了 可就尴尬了 走走走开大金 这帮我们出生在了地图的最左边 慢慢长路啊 兄弟们 你们知道怎么最安全地抵达酒店吗 当然是把路上遇到的敌人都干掉 前面就一脚步 粉丝们靠后 我来打 打倒一个 第二个嘴反斜了 不慌换个子弹还敢漏 第二个在击倒 这种时候千万不要飘了 直接去点包 说不定还有人 咱们绕一圈 看在这儿 完蛋了没子弹了 换上子弹直接干掉 无伤一打三 轻轻松松 装备我就不摊了 随便拿把枪 其他都给队友吧 咱们今天的主要目的是要开保险箱 直接进酒店 上二楼 完蛋啊 这间的是门被开了 酒店离得远是真的很烦 不会吧 这是刷男团了 好消息啊 这就说明C楼给你没人去 而且出男团刷进去率也高啊 兄弟与你的AX拘他们 不是不是 大哥你这是性情中人啊 别这么对枪啊 我来我来 借兄弟的AX一用 开始行男团 说实话我是有点慌的 毕竟我丢AX大家都知道的 注意啊兄弟们 男团如果迟迟不出现 就像现在这样 可以让队友在后面架住 咱们往前走走 勾引一下男团 看这不就下来了 全部清完 我来看看弗雷德大哥 有没有刷好东西 我记得胸挂 或者是背包里 有概率刷贵重物品吧 啊这并没有 没事 还有C楼的保险可以开 兄弟把休闲室开了 我去摸摸有啥 啊这检测仪 包间呢包间呢 对我也说啥也没有 第208和方言试也是同样 一个东西都没出 我服了呀兄弟们 这是我运气不好呢 还是我运气不好呢 我懂了 让一个飞球来探保冶箱出净率 根本就不对嘛 运气差可不关游戏的事 哎 兄弟们最近有没有摸到过大金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让我看看 OK那我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